樂客旅行社 股份有新公司 當然樂就是快樂的樂 客就是客人的客 也就是我們期待 我們提供的每一個行程 都會帶給每一位客人很快樂的意思 很簡單吧 很簡單 當然就是說 當時我們跟我們的老闆 還有主謂的主人 一起創辦了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最主要的 我們就是做旅遊業 旅遊業裡面事實上也分了好幾種 旅遊業有所謂的 一種旅行社 再往上一點叫做 夾種旅行社 另外再往上一點叫做 中和旅行社 我們公司呢 是屬於叫做 夾種旅行社 夾種旅行社可以承辦業務的範圍 事實上我們上面有一個 上級單位 主考的單位 主要考核你旅行社 所有的包含行程 包含安全 包含你的配置 包含你是不是合法 通通由我們上層的單位呢 叫做台灣觀光局 來做考核的 我們可以行使的業務範圍 我們可以做的方便再講 包括第一個 就是台灣本地的 國民旅遊 國民旅遊 第二項做什麼 第二項我們能夠做的呢 就是出國旅遊 大家有沒有參加 好 好 好